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仁 今天要给大家开箱的小裙子呢 是来自小花园家的小夜群 我是在它开预售之后的第二天买的 所以是那时候是有一个优惠的 是88块钱买到的 然后在拿到手之前的话 其实卖家它其实拖延发货了 大概迟了10天吧 所以我也搁了好久 我好像是上周跟大家说我要做这个开箱了 然后就一直没有做 今天才拿到裙子 所以给大家做这个视频 那么下面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条小裙子吧 然后因为我最近好像广东它因为一夜入冬了嘛 所以我的声音可能有点有点奇怪 如果大家听不太清楚的话 我会打字幕 就后期的时候会加一下字幕 大家主要看一下字幕的一个细节的解说 好的 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裙子拆开了 首先是我预定的一条内搭那时候也是第一批的 不过价格也忘了 到时候打在那个字幕那里吧 来一起看一下 先看一下这个内搭 它这个内搭是一个小丽领的一个设计 下面是有三颗扣子的 现在从它的脸子开始看吧 嗯 这是它的脸子 它的布料是属于那种比较柔软 但是比较把轻薄的材料 所以冬天穿的话肯定仍会冷 适合在秋天的时候穿 这是它的扣子 还有一些小细 有一些小折子 胸前这边呢 是风琴折 觉得配GSK会很好看 这个胸前的设计 这个就是袖子了 这个就是袖子了 袖子跟胸前的扣子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袖子了 袖子跟胸前的扣子是一样的 也没有什么线 也没有什么线 嗯 这是他们家的小牌子 好的 那我们现在开始看小裙子吧 等等 本主要就是这样子 先拆开 我买的是小夜曲的蓝格款 这个跟他们的纯色款用的布料不太一样 纯色款好像用的是那种 油面的布料 看起来比较厚实 但是格子款的话好像就 呃 比较轻薄适合春秋的收藏 首先是一条蓝色的腰带 这个跟之前开箱的那一个 英文OK的腰带是一样的 但是 我觉得 这一次做的比较好的 好像它稍微有 稍微有处理一下 这个烤饼 就是这个腰带的边边 它稍微有弄一下 所以不像上一次一拿出来 它就是 有点 抽丝 整体是这样子 跟上面 跟之前开箱的那一条英文OP 其实是一样的腰带 然后其他的我们就不 不看了 可以看一下材料 是这一种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放在腰间的一个蝴蝶结 黑蓝色的 我觉得这个色调 总体来说是非常好看的 但是蝴蝶结上面呢 还有这个 小 就是胶 胶 就是那个 手工的痕迹吧 但是没有什么大影响 折掉就可以了 也不算特别多 但是蝴蝶结这里 这个地方有点问题 你看 这两边有点不对称 然后这里 这个布料这里有折痕 比较明显 整体的话 蝴蝶结整体就是这样子 稍微微 我感觉是有点不对称 嗯 可能后期自己处理一下 会好看一点 所以就是这样子 然后下面一起来看一下蝴蝶吧 首先是它的小牌子 这个是胸前的蝴蝶 可能 视频里面那个色调 看起来 看起来稍微亮一点 然后 它本身的颜色的话 它是更加 暖一点 就是也比较好带的一点 黄色嘛 但我觉得这个颜色非常有 很适合秋天的时候穿 这是胸前的那个 两条 折子 我觉得它打得还是可以的 比较平整 跟他们家那个圆舞曲的设计 那条裙子的设计是 嗯 差不多吧 我觉得版型来 版型上来说 版型上来说 然后这边是小花边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看起来 这边是同样的 这边是同样的 这边看起来 比较大 比较大 比较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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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是拉练 拉练的话 是拉到 小钢 下面多一点 实在是裙子的 三分子 一 出版 拉练还是挺流畅的 但是它这个拉链的扣子可能会有点明显 可是这一种比较明显的 我感觉这种拉链一般一般小型只不用这一个 拉链是一般用的是比较细的 有点水滴状的一种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 传说真的前开筋 就是它前摆就是正面 正面它的这一个全摆树 它是有余公寺 这里是堆了一二三三层余公寺 然后在开筋的里面 它是先捏行这个杀布 一般这种味料一般是做那种面称的 然后来这接着又像加一层 这个下面也是一样的 现在看来基本上没有什么线 这个裙子 感觉还是挺好看的 感觉还是挺好看的 这个是肩带 基本上也是没有线头的 我觉得这个裙子在线的方面做的 可以说是非常好看的 可以说是非常好看的 很感激 这个是肩带的 上面的走线 走线 然后一起来看一下裙子 裙子裙子裙子 裙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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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裙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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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这个是下摆跟腰处 腰线跟下摆的缝合走线 看一下 这裙子是没有内衬的 所以它会比较单薄吧 感觉 会比较单薄 如果要穿的话冬天还是穿不了 只有秋天的时候穿 整体还说我觉得 一件88块钱的裙子做到这种 已经相当不错了 比我上一条开箱的那一个 恶灵古堡要好很多 因为恶灵古堡的话 质量问题实在太严重了 好的 我觉得如果 如果 如果 为什么要买的话 还是挺推荐的 因为这一个裙子 我觉得还是挺值的 虽然它比较薄吧 但是你说夏天的时候 或者春秋吧 穿都是可以的 里面那一层穿长袖的 就应该还可以 然后穿的裙子也是 但是 不会 不会冷的 我觉得 那么 现在就不废话 大家看一下上身效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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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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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